1985年,在我国黑龙江甘南县曾经发生过一件前苏联飞行员劫持一架客机强行闯入我国领空并最终降落在我国境内的大事件 消息一经传出,就瞬间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据说,这名苏联的武装分子叛逃之前很有可能携带大量关于苏联的秘密情报 无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值得肯定的就是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必将因此激化 还没等中苏两国对此事做出回应,西方国家的很多媒体就开始对这件事情大肆渲染了起来 然而,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中苏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不快 而这个大事件仅仅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平息了下来 这不禁也让西方国家感到非常疑惑 直到几年之后,当年事件的主人公在一次公开场合中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虽然我坐了几年牢,但我依旧对中国报以感激之情 为何苏联的飞行员要叛逃到中国境内 而他在经历牢狱之灾后又为何会提出感谢中国的话语 这背后又到底有何隐情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对苏联飞行员潜逃事件的始末感兴趣的老铁们可以在弹幕打上想知道 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1952年,本文的主人公阿里穆拉多夫出生在了现在的阿塞拜疆 而在那个时候,阿塞拜疆正是苏联的成员之一 由于对航天事业有近乎偏执的喜爱 年仅18岁,他就以出色的成绩和表现进入著名的萨索夫飞行学校进行学习 深知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在飞行学校里,阿里穆拉多夫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之中 黄天不负有心人,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阿里穆拉多夫就熟练掌握了有关飞机飞行的各项操作技术 顺利通过毕业测评,被分配到了亚库特自治共和国的民航局中担任飞行员 进入民航局之后,阿里穆拉多夫可以说终于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为了能够在新的工作单位中大展宏图 他加倍努力地完成上级领导安排给他的各项工作任务 终于,在不懈努力之下,他的飞行时间达标了 工作成绩也得到了民航局领导的认可 他如愿以偿成为了一架A24型号飞机的驾驶员 要知道,在当时苏联的社会背景之下 能当上一名飞机的驾驶员可以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不仅意味着会拿到更高的经济报酬 就连社会地位也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在这样的光环加持之下 阿里穆拉多夫很快就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 并最终和她坠入爱河一起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短暂的 在阿里穆拉多夫和妻子结婚之后 由于她总是每天全国各地飞来飞去 根本没有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妻子 时间久了,妻子便有了怨言 两人之间的争吵也随之多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阿里穆拉多夫的妻子便提出了 希望她能够换一个工作部门的要求 为了能满足妻子的要求 阿里穆拉多夫便硬着头皮 去和上级部门的领导提出更换工作部门的申请 没想到的是 她的申请就像石头沉入了大海之中 没有见起哪怕一丁点的浪花 在最开始的时候 阿里穆拉多夫还是从自身寻找问题 她认为是自己的工作经验还很欠缺 因此 上级领导认为她还需要在这个岗位上 多历练一番再做考虑 为此 她便加倍努力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去了 然而 哪怕后来她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工作了足够长的时间了 上级领导那边 丝毫没有一点点要给她调动工作岗位的想法 这不禁让她非常疑惑 可是 就在她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她周围的同事却如愿以偿地调动到了想去的工作岗位上 后来经过她的询问 才知道能够调动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同事曾给上级领导送了礼 这不禁让阿里穆拉多夫又气又委屈 她不禁想到 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付出了这么多年 而且对待工作从来都是不打折扣 尽职尽责地完成 结果却比不上送礼的同事这是什么道理 然而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为了能够挽救自己的家庭 她还是准备了丰厚的礼物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可是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虽然上司满脸笑意地收下了她的礼物 但对于她工作调动的事情 却没有任何进展 眼见这种情况 阿里穆拉多夫的妻子对她失望到了极点 也受够了这种聚少离多的生活 便主动和她提出了离婚 无论阿里穆拉多夫如何挽留 她的妻子都坚定表达了离开的意愿 就这样 两人最终办理了离婚 阿里穆拉多夫失去了心爱的妻子 妻子的离开成为了压倒阿里穆拉多夫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彻底崩溃了 为了报复自己的上司 她便给民航局高层写了一封举报自己的顶头上司的举报信 可是 无独有偶 这封举报信最终被她的顶头上司所截获 她一下子成了上司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这之后 阿里穆拉多夫便到了大梅 开始被自己的上司各种穿小鞋 不仅被降了级别 还以精神有问题为由 连续五次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 她被民航局高层判定为无法接继续操作飞机飞行 她只能从一名飞机驾驶人员变成了辅助人员 她的飞行梦碎了 在遭遇了感情和工作上的打击之后 阿里穆拉多夫彻底对眼前这个腐败 且官僚主义的国家失望了 她也由此萌生了想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想法 起初 阿里穆拉多夫将自己的目的地定在了 象征着自由国度的美国 可现实很快就打了她的脸 原来 在那个时候 正值美苏冷战时期 像她这样被重金培养出来的飞行员 苏联政府是肯定不会放人的 因此 她的移民申请很快就被打了下来 眼见通过合法的手段移民美国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她的心里 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 借着某次飞行的便利 劫持一架飞机逃往国外 但是 如果按照这个想法来实施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的 那就是 由于飞机油箱能携带的燃油 是有限制的 想要直接飞到美国并不现实 因此 在综合考虑之下 阿里穆拉多夫将自己的目光 放到了苏联的邻居中国的身上了 心中已经暗暗定下计谋的 阿里穆拉多夫 此时便折服了起来 静静等待机会的到来 等到1985年12月19日的时候 她的机会终于来了 在这天 她接到了作为一名副驾驶 辅助机长完成从雅库斯克 飞往伊尔库斯克的任务 这趟航程虽然很短 却离中国东北非常近 这给阿里穆拉多夫计划的实施 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 于是在登上飞机之前 阿里穆拉多夫便在所携带的物品之中 偷偷藏了一把水果刀 其实 当时在驾驶室里 一共有四个人 除了正 负两名驾驶员 还有一名熟悉线路的领航员 和一名机械师 起飞不久后 领航员便提出了 想去洗手间的请求 这时 阿里穆拉多夫知道 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很快便找了一个客机 某处存在机械故障的理由 支走了机械师 紧接着 他就立马反锁了 驾驶室的舱门 正在驾驶飞机的机长 察觉到了 阿里穆拉多夫的异常 可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便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而做出这一切的人 正是阿里穆拉多夫 快 调转航向 往中国飞 不听话 我就杀了你 阿里厄狠狠地命令道 你疯了吗 我们一进入中国的领空 就会被他们的大炮 给打下来的 机长回答道 你只管按照我说的做就好了 其余的不要管 阿里穆拉多夫 此时已经决心一条路走到黑 无奈之下 机长也只能按照他的命令来做 没用多长时间 这架飞机就越过了中苏边境 来到了中国的领空 因为燃油有限 不得已的情况下 这架飞机最终破降在了我国黑龙江省甘南县的一家农场里面了 事实上 除了驾驶室内的几名工作人员 这架飞机还乘坐着有38名的乘客 这38名乘客都来自苏联 他们还沉浸在被劫机和破降在一个陌生国度的恐惧之中 很快 农场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民警就赶到事发地点查看情况 但由于语言不通 再加上当时中苏两国关系紧张 即使又冷又饿 这架飞机上的苏联人都选择拒绝下机 只有阿里姆拉多夫走出机舱 比划着仕途和中方人员沟通 最后 直到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他们才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可这时 更大的麻烦摆在了我国工作人员的面前了 毕竟这件劫机案涉及到了敏感的中苏关系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 那就会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了 于是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 我方派出一支工作组 专门处理此事 事实上 在工作组出发之前 中方就将此事及时告知了苏联方面 这也为苏联方面处理此事 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而当工作组火速赶到之后 就马上按照相关法律 控制了阿里姆拉多夫 以防他再做出危害这些苏联人的行为 同时 为了避免这些苏联人发生意外 工作组又很快调集了大量的食物 饮用水和取暖衣物 无偿发放给这架飞机上的苏联人 考虑到饮食习惯的不同 工作组甚至又紧急调拨了面包 牛奶等食品提供给他们 紧接着 工作组也准备了转运的车辆 和温暖的宾馆 不停地劝说他们 转移到更加安全的住所中去 虽然机上的苏联人 处于自身的考虑并没有接受中方的好意 但他们能明显感受到中国人的善意 原本紧张的情绪也放松了很多 后来 等到苏联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赶到后 飞机上的苏联人终于啃下飞机 按照中方的安排入驻到了宾馆中 在等待苏联方面派出专机接他们回国之时 这些苏联人深深感受到了中方的热情 他们惊奇地发现 没有他们脑海中落后的印象 相反 整个中国都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来到宾馆之中 富丽堂皇的场景 更是险些惊掉他们的下巴 热气腾腾的饭菜 温软舒适的床 24小时提供的热水 让他们有一种来到天堂的感觉 而专机到来之后 中方不仅给他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会 甚至为了满足他们早日回国的愿望 专门派出两架直升飞机来接送他们 这是他们在自己国家也享受不到的特权 这让机上的乘客和工作人员都非常感动 这次劫机 事件本来是一场外交冲突 如果不能妥善处理 甚至会升级成为政治问题 但在中苏两国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 得到了妥善处理 也让已经对峙了很久的中苏关系之间出现了转折 许久不联系的中苏热线 时隔20多年再次热络了起来 至于阿里木拉多夫的问题 经过中苏双方的友好协商 最终达成共识 阿里木拉多夫交由中方进来 1986年3月的时候 阿里木拉多夫因为范劫持飞机罪 被我国法院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 要知道 如果他被引渡回苏联 他很可能会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事实上 阿里木拉多夫在中国服刑的时候 他也深深感到中方对待他的宽容 在经历了两年的监狱生活之后 他就被聘为俄语老师 离开监狱进入学校监视居住 就这样 他在学校里一交就是五年 培养出了上千名学生 等到1991年的时候 他因为表现良好得到了减刑 他终于获得了渴望的自由 但苏联解体的消息 却让他再也无法高兴起来 曾经一直想离开的国家 现在没有了 他的心里反而不适应了 不过 后来的阿里木拉多夫 过得还是很幸福的 回国之后 他很快又移民到了俄罗斯 并靠着能熟练掌握中俄两种语言 做起了中俄边境生意 很快就发了财 又娶到了一名年轻漂亮的老婆 日子过得很幸福 当被问起对中国的态度时 他总是会微笑着回答 中国很好 看完阿里木拉多夫劫机的故事 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给大家看